那另外一个听众朋友们在我们24小时的留言电话留言了 他在问的呢是在讲说每次做完gel光疗的这个指甲之后 他都觉得指甲好像变得很脆弱 容易断掉哦 那他想问说如何能够保护自己 做gel做光疗的这个指甲 其实光疗指甲很多人现在都很爱有没有 都不喜欢用传统的因为传统会掉色嘛 我一直觉得光疗会让你指甲变硬才对 就是好像比较保护耶 可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有可能是 他在去除的时候是不是没去除好 才导致于他做了光疗以后比较容易断掉 比较容易这个指甲受伤哦 那我们够小天使今天好不容易想尽办法 为大家找到这个专业的美甲师哦 请他来帮我们解说一下关于这个光疗指甲 应该要怎么样保护他哦 这是我们的Yin有请Yin 哈喽Yin你好 哈喽你好 听说您对光疗指甲非常熟悉哦 跟我们讲解一下好不好 真的会做很久做多了以后 指甲很脆弱很容易断吗 呃就是大家对一个误 就是对卸甲的误解就是 就是做完之后会容易断 如果说用适当的手法跟 那个正确的卸除手法 其实是不会伤害到指甲的哦 对OK 所以他如果说他觉得指甲变薄了 或者是变脆了 是不是因为他磨甲的时候 因为光疗不是好几层的没有 都是让他变硬的 是不是他磨太薄了 其实有时候如果对一个不熟悉的 美甲师来说可能磨的话 可能会磨太多所以会导致变薄 如果一个比较专业的美甲师是 不会说操作的手法是不会说错误的去 过多的磨本甲的甲面 所以其实是不会导致变薄 但是一定会有一点点的伤害 但是如果说一直在做美甲的话 其实是如果说在这个 如果说客人觉得自己指甲变薄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有一个加强的 加固的一层胶给他上上去 其实是可以保护它 防止它在使用的过程中 断裂这种情况 所以如果大家已经觉得好脆弱很不舒服 可是又想漂漂亮亮的 那你不想要停留的话 就是让他有空窗期 好像没有指甲的这个情况的话 你就跟美甲师讲 他其实可以帮你擦这个保护膜的是不是 让指甲还是继续健康 对 所以如果是你身为一个美甲师 您做这个指甲这么多年 你会不会建议大家 比如说你如果光疗做了十次以后 你要休息个一次这样子 来休息一下你的指甲 你觉得指甲有必要休息有必要呼吸吗 是有必要呼吸的 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想要说 不想有空窗期的话 可以一直做是没有问题 但是有些对于有些客人说 我做一做一段时间 我们也是可以建议他们是休息的 但是在休息 因为有一些人说一直在做美甲的话 他用的手法 其实是因为甲油胶是可以加固指甲的 所以他们用的手 用手的手法其实一定形成一个习惯 所以我们建议说如果卸掉不做的话 我们可以多吃点那个 把油层在Costco都能买到 就是可以加强指甲的保护 然后对然后或者是去 Target都可以买到那种加强剂 就是那种只是一层的那种 然后在用手的过程中 就是避免太用力 然后以往的什么碰水的情况下 最好戴个手套 对这样子就是 然后自己也要加强赏心 因为手不是你的武器吗 手是手我们还是要好好保养它 所以你说该吃的也应该吃进去 保养这个指甲 让自己内部的这个维生素啊 或者是你刚刚讲的 你刚刚是说Biotin还是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吃Colagen 就是吃这个胶原蛋白可能有帮助 那你刚刚讲 也有帮助 你刚刚是说多补充钙质吗 对补钙 然后就是Costco有卖那种 什么nail hair 那种那个像Jelly的那种东西 都可以吃 对都是有帮助的 是的现在很流行那种小熊软糖 上面这个吃的时候 都会特别讲说 我是为了你的头发跟你的指甲 让你更漂亮哦 所以自己自身的维他命 要补充充足 另外刚才我们的这个应有提醒大家 指甲也是要给它擦一点护甲油的 要保护它 这样它在里面 在呼吸的这段时间才能够吸收养分 才能够更强壮嘛 是不是应 对没有错 好的 谢谢你精彩的回答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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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